高宗赵构因为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 所以高宗很早就考虑要从养子里挑一个继承人 北宋初期的时候 不要那么一个千古之谜 叫竹营俯生啊 说的是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呀 从此这皇位一直就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 虽然说没有人公开抱怨吧 但朝野总有讥讽之言 或者是有人散布什么轮回相报之类的言论 说国家有大祸 是太祖不肯保佑什么什么原因吧 那么高宗呢 身为太宗的七世孙 他肯定也听见过诸多议论 折宗废后梦是逃过了靖康之难 南宋初被奉为皇太后 为高宗的长辈 私下里他告诉高宗 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啊 是怎么这么一个梦 详情不得而知 反正肯定是跟太祖太宗有关的 第二天高宗就上朝 告诉文武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他的子孙却不得享福 遭此国难四散飘零 实在可怜啊 朕若不振兴这一系 如何告慰在天之灵啊 故而朕决定从太祖的后裔中 选杨子 就这样一下选了十名幼子入宫啊 最后挑来挑去 剩下两名 是一肥一兽 考虑再三 决定留下那个比较肥硕的 看着挺富的 让那兽点的回去吧 那孩子还没等出门呢 高宗说 把他叫回来 我再仔细看看 于是又叫两个孩子 并肩站在皇帝面前 这时突然有一只猫走进了 胖孩子一抬脚 踢了这猫一下 高宗皱了皱眉啊 这只猫只是偶然走过 为什么踢它呀 如此轻浮 怎能担当大任啊 还是把那兽孩子给我留下吧 让那胖子回家 你这叫多冤啊 这兽孩子 就是太祖的七世孙 改名 名为慎 就是那位赵慎 后来的孝宗皇帝 这会儿 赵慎年轻 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命一个美人 把他接到宫中抚养 还有一位高宗得宠的五美人 也想抚养一鸣 又选了一个 取名为瞿 叫赵瞿 这五美人是为跟张美人 俩人争宠 美人领养了一名皇子 两名皇子养在宫中 地位相当 容易引起皇位争夺 当时的宰相赵鼎 曾经提出异议啊 那会儿 秦慧还活着的时候 跟这赵鼎俩人不和睦 趁机进禅言呢 他找着高宗赵构 赵鼎要明确太子的地位 明确哪位皇子能继位 这意思是说 陛下肯定不会有亲生儿子了 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 专往高宗的心窝上扎呀 果然赵构大目 赵鼎被罢关了 最后死在边缘小镇 与此同时 高宗赵构又广选美女 充实后宫 加上各地给他送来的各种壮阳药 就是不见有龙肿降生 时间一长 年纪一大 高宗自个儿都没这信心了 干脆就在两位领养的皇子里边挑吧 他发现 这赵慎英武聪慧 很好 秦慧不喜欢这赵慎 所以不为这赵慎讲好话 再加上 吴才人现在已经当了皇后了 那位吴美人当年不养的一个赵巨 也作为皇子嘛 所以他也想立赵巨为太子 那么赵巨跟赵慎 这两个人的名分迟迟难以定绝呀 有一天 皇帝突然给两个人各赐十名宫女 赵慎的老师叫史浩 史浩告诉赵慎 虽然说现在你长大成人 但是这十名宫女一定是皇帝 作为测试的一种方式 我劝大王以礼相待 赵慎是一计而行啊 果然过了四五天 皇帝就把这二十名美女召回了 一问呢 赵慎这边这十名经过检验 全是厨女 而赵渠那边十名都已经跟赵渠上过床了 高宗你别看他自己是贪酒好色之人 但他心里边知道 皇位的继承人绝不能是顽固子弟呀 满打满算这十名美女 送过去刚三四天 你就都跟他们上了床啊 那将来后宫粉带成千上万 你能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中吗 就好像他照够是把百姓国家放在心里一样 这会儿 高宗心中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赵慎了 这次调查之后 把双方的各十名美女仍旧送还 只不过在暗地里 赵慎已经先赢了一局 高宗做了三十六年皇帝 有打渐炎到绍兴初年 应该说这宝京战焕 做过俘虏 受过兵变的惊吓 也尝过颠沛流离的苦头 中间这二十年 总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了 没想到到晚年 又受到金人的威胁 几乎要上船逃跑 因此绍兴三十年 金军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 宋高宗赵构就蒙声退役 这时他才公开宣布 让赵慎作为继承人 第二年金军大举进攻 两怀宋军败退 朝臣纷纷请求逃跑 赵慎挺身而出 要求上前线领兵 老谋深算的使号 就是那赵慎的老师啊 这会儿正在家里边病凶呢 一听此事 连呼糟糕啊 怎么回事啊 一元先 苗赴刘正燕兵变的时候 高宗曾被迫让位于太子啊 从此这高宗 是十分忌讳武将 更别提什么皇子领兵啊 所以使号不顾身体的虚弱 飞马急持到宫前 求见高宗说应该以皇子护从圣驾 哎 这个领兵可就俩概念 那是皇帝御驾亲征 皇子随行保护 高宗果然满意这一方案 这时候传来 文人将领于允文击退金兵的好消息 大局稳定 高宗带着皇子这才来到建康 算是御驾亲征吧 回来之后马上立这赵慎为皇太子 将来大魏就是你的了 金军退后 军事国事众事堆积如山啊 高宗实在是烦了 马上宣布退位 自称为太上皇 移居在德寿宫 满朝文武那可都是宋高宗的人 赵慎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养子 因此十分谨慎 所以高宗要训媚给他的时候 他是一再谦让 一直到明白了高宗是真不想当皇帝了 他才成为南宋第二个皇帝 宋孝宗 善位这一天 大雨滂沱呀 眼里一闭 高宗迁王德寿宫 孝宗脱下礼服 扶着高宗的轿子 冒雨相送 走出宫门仍不止步啊 一直到高宗命令左右 拉住皇帝 不能让他再送了 这位孝宗这才回宫 望着杨子的背影 高宗赵构很满意 我托付的人 看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啦 孝宗死后 被追视为孝 还真有原因 他真是个大孝子 这位高宗赵构做了二十多年太上皇 可虽然说退位了 仍然实时过问军国大事 孝宗为其势力 也因为杨父 把自己从平民中提拔为皇帝 十分感激呀 所以对杨父是百依百顺 他命令宰相率百官 每个月有两次 得到德寿宫去拜见太上皇 自己每个月至少去拜见四回呀 宋高宗喜欢古文字画 孝宗皇帝就不惜用高价为其购买 有一次孝宗皇帝喝多了 许愿奉太上皇二十万 给你点零花钱 一张嘴就二十万 这不喝酒给闹的吗 师父他忘了 过了几天 太上皇照够问起这事来了 高宗的皇后 就是那位无才人 连忙说贴的早就送来了 让您去国库取 因为不知道是银子呀 还是铜钱 所以没给您送来 高宗一听 我要那么些银子干嘛 不过弄点铜钱就罢了 这位无才人 倒是对这孝宗皇帝是真不错 实际他替孝宗皇帝挡了这么一下 命人把私房钱拿出来献上 孝宗得之后 十分感激 双倍奉还给吴后 他希望吴后多帮自己的忙啊 南宋的土地比北宋减少了一半 而所养的皇室百官军队 却并没有减少 所以南宋的税负十分繁重 商税更为苛刻 为了逃避这些科捐杂税 商人们往往千方百计 跟这皇室拉关系 打着皇宫旗号 就可以通行吴总 以至于当时有的粪船上 都插上高宗所在 德寿宫的旗号 就好像这粪都不能收税 那都是德寿宫的龙粪 对此这孝宗也只好睁之眼 闭之眼 没法深究啊 有一天呢 有阎官尚书 论德寿宫做私酒谋利 孝宗顿时大怒啊 怎么呢心想 您怎么也能做私酒谋取暴利 百官都学怎么办呢 他当即 现在稳住众人呢 大怒说这阎官是信口慈黄啊 实际是怕得罪太上皇 表面不敢说 现在把阎官置住啊 把这人罢了关了 他的老师使好不慌不忙啊 陛下 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 若没有朝中几个乡伴佬出来发扬正气压住他们 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孝宗一听有理啊 把刚才禁言那位再放了吧 要把那位官复原职的 第二天孝宗去德寿宫去看一看吧 以后得德寿宫回来 把使号找来了 慌慌张张的告诉使号 昨晚赴太上皇功宴 喝得正高兴 太上皇忽然赐我一壶酒 上有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德寿司酒四个字 哎把朕拥得无地自容啊 使号一听哎呀 陛下真是大孝子啊 事官皇父还应该为其隐恶呀 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 谁也不敢再追究了 高宗赵构 耳目灵敏 孝宗君臣在朝上议事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传到德寿宫 有人吗 有一天孝宗又来拜见太上皇 高宗不经意的问了一句 近日阎官要在谈论什么呀 孝宗唠唠实回答 有人在弹劾正早 说他什么事啊 莫非批评他取嫂为妻吗 啊 孝宗吓得一跳啊 所谓弹劾的正早正大人 的确是他把嫂子取为妻子了 他哥哥没了 不敢撒谎 正是 心想这事怎么 太上皇知道了 高宗冷冷说 怎么不看没人的面子呀 孝宗一听没人 不知谁是他的没人呢 高宗赵构直指自己鼻子 没人就是朕哪 啊 孝宗一听 马上宣布不再追究这事了 好嘛 合着这太上皇 得谁给谁瞎作媒的受了嘛 退位后的高宗皇帝 经常满世界去转悠 到杭州陵隐寺冷泉亭 经常到那下棋 有一次 有一个茶坊很殷勤的 断茶倒水 太上皇照过很高兴 嗯 仔细打量打量这茶坊 正看你不像一般的小伙计啊 哎呦 扑通这人跪倒就哭了 陛下圣明 小人本是县官 得罪的监察官被弹劾罢了官啦 如今无以为生 所以我就找舅舅 找碗饭吃 你舅舅 我舅舅就在这庙里出家呀 啊 高宗动了侧隐之心啦 我跟皇帝说说 让你复官吧 过了几天 高宗又去冷泉亭 一看还这位给倒茶 怎么 没人找你吗 这位一听谁找我呀 太上皇 我已经在这等着您 给您再倒水呢 嘿 太上皇照够急了 气呼呼回宫了 明日赶快 把皇帝找来 孝宗赶来 高宗是不言不孝啊 也不说话 怎么意思呀 太后都挂不住脸了 还要好意招待咱们老夫妇 陛下为何如此生气呀 高宗板着脸 我老了 人家不听我话了 孝宗更加惩慌惩恐了 却吴太后待问其事 高宗愤愤然啊 冷泉亭那个人 我跟他说了 说让皇帝给办一办 今儿又见着他 真没脸见人哪 孝宗连忙小心赔不是 哎呀 那一天成太上皇之命 当即便对宰相说了 可宰相说 此人贪赃罪大 免死已是幸运 再让他当官万万不能 所以没办成 这点小事 明儿我就给爹爹办了 今日全且开怀 喝一杯酒吧 高宗这才满意堆孝 好好好 喝酒喝酒 转天上朝 孝宗吩咐宰相赶快 把那废弃的县官 重新任用吧 再相仍然坚持不肯 孝宗急了 左太上皇发怒了 我几乎要找个地方钻下去 即使那个人大逆谋反 也只能把他放了 现在必须给我官复原职 您说这孝宗 孝的什么程度吧 每年太上皇生日 孝宗都进封大量的珍宝财物 这年为了减省一点 减少了两样 好嘛 赵构是勃然大怒啊 孝宗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把宰相于允文叫来商量 于允文就是当年奉命 犒赏三军的那位文人 临时为帅 打败金军 现在已经当了宰相了 于允文说 我进去劝解劝解吧 孝宗惶惑不安 那我就在门外等你了 于允文求见太上皇赵构 赵构满脸怒气 劈头就问啊 朕老了 为人所厌 于允文不慌不忙 皇帝孝顺 本来不肯这么做 罪在我等小臣呢 我们以为太上皇万寿无疆 而百姓所交的税赋又有限 想减轻百姓的税赋 为太上皇积得增寿 所以减少了一些 这几句多聪明的话 话不再多再精啊 一说完 太上皇龙颜大悦 当即赏玉酒一杯 连金酒器也一并赏给他了 回来报之效忠 皇帝也很高兴 也给了于允文很多赏金呢 应该这么讲吧 孝宗皇帝赵慎 在位二十七年 有二十四年 是成皇成孔 侍奉着太上皇赵构度过的 也真叫不容易啊 宋孝宗 对他的父皇赵构如此孝顺 性格懦弱吗 恰恰相反 孝宗皇帝可是性格刚强 还是皇子的时候 他就倾向于主战派 他深知秦桧是坚硬啊 对高宗屈起求和 他很不满意 可是毕竟高宗赵构对自己有恩呢 即位之初 他曾跃跃欲试 想有一番作为 改变宋朝的弱国地位 新皇帝三十六岁 年轻力壮 他自然给朝廷带来的一种勃勃生气 皇帝呢 常在宫内练习骑射 锻炼身体 孝宗很想练武术 为了打仗用 有一次不慎 伤及眼睛 大臣劝他 你赶快停下来歇歇吧 但是在教军场上奔腾了很多时间 孝宗还是不肯歇息 战马发起脾气了 突然就往这马舅狂奔 你看看 还没等主人下令 这马要回去歇着 这马舅 那门矮呀 孝宗坐在马背上 那必然被磕成重伤 刚才眼睛伤点 这回再把他磕着 那左右还活了活不了 赶忙过去 就想拉住这匹马 但是这匹马 既然发着脾气了 烈性伤害 谁也拦不住 汤体烟尘 急吃而尽 哇的一下 战马就冲进马舅 哎呦 大伙吓得嗷的 怎么一声啊 心想这回完了 就按这速度 这马是按离贤之剑 速度冲进去的 非把皇帝陛下 磕死不磕呀 半天大伙睁眼 这么一看 万岁 山呼万岁 为什么 就见孝宗皇帝 轻轻一探手 抓住了马舅上面的门楣 就在上面 吊着呢 合着 他早已预料到 蓝鲸马不敢探 跳马没功夫 轻松一跃 躲过了危难 众人扶得下来 孝宗皇帝 面不改色 谁能不喊万岁呀 在宫内行走的时候 孝宗皇帝 经常 携带一条黑漆拐杖 上岁数了吗 不是 大概有时候为借力 摆摆分什么的吧 有一次 走到后花园 这才想起来 忘拿这黑漆拐杖了 命几个小太监 你们去取吧 哟 过得好一会儿 才看见那两个年轻的太监 抬着这拐杖来 怎么抬着呀 九牛二狐狸 二位是气喘吁吁 看来这拐杖可不轻啊 由此可见 孝宗赵慎 是碧力过人 改朝换代后 南宋政治 呈现出了几分朝气 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得到重用 日夜筹划北伐 皇帝也指望一举打过淮河 指导黄龙府 甚至想御驾亲征 过过铁马金戈的瘾 可是 他忽视的最重要一点 金军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了 宋军可也远不如绍兴初年 这时候的南宋军队 多由南宋当地人组成 机灵有余 而勇武不足 再加上多年和平缺乏训练 纪律涣 根本无法跟当年的岳家军 韩家军相比 何况 梁将老死殆尽 新晋的年轻人 嘴头虽硬 没几个能干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 不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 而企图一战定天下 结果 怎能让人乐观呢 这会儿南宋初期的主战派大臣 只剩下张俊一个人了 这个张俊可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那个张俊 那个是丹利人的君 这个张俊是三点水 输郡河道之君 他是南宋主战的老臣 孝宗首先要重用这张俊 孝宗原先的老师史浩 极力反对 处处 却跟这张俊为难 大部分朝臣都想苟安现状 自求富贵 不愿承担责任 张俊就在这举步艰难的情况下 终于在建康 设立指挥部 是奔赴 前线 出血 人 感谢观看